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上次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第八的视频 有一个有一段文 我们那时候说等到找到答案我们再解 结果这是就是外道的说法 泥盐子有人分成就是泥尖 就是八尖度那个尖泥尖子 他们这个外道说一个说法 就是他们断冷水受暖水死时求冷水进不得而死 为什么他们这个这一派这个外道他们是怎样 就是不要喝热水不能喝热水喝冷水 断冷水说喝热水不喝冷水 因为他们认为会杀生 他们就是思想上是的脉络是怎样 然后死的时候就不得没有求到他们要的 那就死了之后就生一卓天 这一卓天是他们外道的天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一卓天是哪一天 那是外道的天 那一切为心照 那他们形容的怎么样 往生之后他们就会去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天界去送生 事则以私人故生 这是在讲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出自中阿罕经 中阿罕的大品优玻璃经第十期 这一经很有趣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一经是在讲异业最重 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异业最重 那既然已经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来补充 补充一下这个中阿罕经的这一品 他们叫七十二经 异业最重经 有一次佛陀游化到这个摩羯陀国的那兰陀城 然后住在这个地方的芒果园中 可能印度的芒果应该没有台湾的好吃 不然幸福每天吃芒果 好 那个时候呢 齐纳派他们就是齐纳派的这个尼尖子 正好也率领他的门徒住在那个地方 那他有个大弟子是常人长得很高 大家叫他藏苦行 有一天呢 这个藏苦行的外道 在这个那兰陀城启示完毕之后 就来拜访顺道拜访佛陀 讲好听是拜访 其实就是踢馆 那佛陀呢就问起他有关尼尖子对于业的分类 所以这个藏苦行的外道回答说 居坛我的尊师他不讲业 业是讲业因对不对 他们讲果 他们讲果 他们不讲因他们讲果 讲生口义乏就是果 等三种分类来教我们 这三种乏各不相同 其中呢以生乏最重义乏最轻 那就是你直觉就知道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佛陀就再三询问 再三询问的意思就是你想清楚喔 这样喔 但是他就一再的回答 生罚最重 于是佛陀就沉默不再回应 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要沉默不再回应 然后由于佛陀沉默 就藏苦行外道也就相同的问题 访问佛陀 佛陀说苦行我不讲罚 我以不作生二页 口二页 义二页 三二页来教导大家 就是不照这三页 对不对 你不照这三种业因嘛 那三种业因各不相同 其中以一页最重 刚刚他们是以生罚最重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一页最重 这个时候就换成藏苦行外道再三询问 佛陀也再三确认一页最重 由于话不投机 他就告辞了 就这样 通常剧本要这样演 好 那么藏苦行回去之后呢 尼尖子知道在佛陀面前 好不退缩的主张自家思想 我就肯定他太棒了 那这个尼尖子肯定 藏苦行的时候 在座还有尼尖子的一大群在家行众 他们之中的这个领袖人物就是 幽婆离 就起来夸口说 哼 我可以轻易的论破佛陀的观点 就要求这尼尖子让他去论战 跟佛陀论战 但是残苦行对于论战一次 再三向这个尼尖子表示反对 他说 哦 我不喜欢让这个幽婆离居士到沙门去他那边 因为他会那个幻术咒语 等一下这样催眠一下 我们的护法就变别人的这样 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让他去 师傅你不要让他去这样子 怕被这个渠壇诱化成他的弟子 但是 尼尖子很有信心 不知道哪来的信心 他就再三自信满满说 那是没考虑的事情 所以他就说 只有这个 只有幽婆离居士会收渠壇为弟子 哪有这个幽婆离居士被诱化的道理 就叫他赶快去 去降服沙门去坛 然后他也说我可以降服他你也可以 虽然还没发生 他就那么自信满满 于是这个居士就去找佛陀论辩 那这个幽婆离尊者 确认了佛陀于残苦行的谈话 接着就对残苦行的论点大家赞叹 佛陀听完之后就对这个幽婆离居士说 居士 知道吗 阿定契约 你愿意站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 如果要这样 要有这样的前提 如果没有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愿意站在 我们共同站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 那我们可以就这一点来深入的探讨 那幽婆离居士就同意了 那佛陀就开始问他说 居士如果有一位奇纳派的门徒 发愿持戒 此生只喝热水不喝冷水 以免杀害了水中看不见的众生 他们认为冷水里面有看不见的众生 所以只喝热水 但是热水其实就煮的过程就死了嘛 但是就是你知道 那我在研所上跟那些学生也看了很多的论典 说为什么我们这样 我说你看不懂是正常 因为那个都是外道的论典 所以看不懂是正常的 但是他们就这样相信 后来呢他得了重病 需要喝冷水来医治 虽然他想要喝冷水但是却自我克制 因为他们只喝热水知道吗 然后就这样因为没有喝冷水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就刚刚刚这个陈子润里面讲的 他就会去生到一个他们秦纳派的一昨天的天界 因为他死的时候 心中还有想要喝冷水的不清净的这个执着 他讲完之后 波托就说居士请注意你的回答 你前后所说的不一致 你曾经答应要在这个追求真理的基础上 来探讨此事 然后那个优伯里就说 居坛虽说如此但我还是认为 身罚最重义罚最轻 为什么因为他这边已经讲了 他会生去 生去一昨天是因为怎样 不清净的执着是属于什么 义嘛 对不对所以他开始回答的已经怎样 已经前后不一致了 但是他还是要坚持嘛 对不对 好居士那我再问你 如果有一个奇纳派的门徒为了避免杀身 那严守一些境界 结果在为了守这些境界 而来回绕路中却踩死了许多微小的众生 这样的结果 奇纳派的尼坚持说他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呢 所以其实佛陀很了解他们的教义啊 知道吗 所以佛陀佛陀佛陀就回答说 如果不是故意的 那么尼坚持说怎样 不说犯的重罪 他抓到了你看 故意 那么你说故意是尼坚持所说的什么法呢 是义法 对他又怎样 又自相矛盾了 对不对 好吧 你曾经要答应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 来探讨此事 虽然如此 但我还是认为生法最重 所以就跟你们讲佛陀 体力很好 他一直这样 一直一而再再而三 还没完喔 这里还没完意思啊 那身体要很好耶 身体要过很好 那你身体好才有办法有耐心 你才有办法对众生有耐心 不然你对自己都没耐心 你如何对众生有耐心 好居士让我再问你 如果有人想要拿刀子 把这个城中 所有人在一天之中全数杀光 有可能吗 这是深夜吗 对不对 他说不可能啊 那安陀那么富饶 人口这么多 怎么可能一天之中 用刀子杀光所有人呢 他说那佛陀就反问他说 那如果喔 是大神通力的这个沙门或佛罗门 用他的意念的大神通力 在一怒之间杀 毁掉整个纳兰陀城 你觉得有可能 喔有可能喔 不要说一个 十个二十个五十个都有可能 他有毛豆 你有没有看到 意念的大神通力 比什么 深夜用杀的怎样 更坏 所以一夜怎样 应该是这个更重的 所以他说齁 你看你又前后不一致了 你们如果常常看经典 就会看到这个 就是这句话在这本经 不知道重复了几遍 尤其是大圣的经典也是 可能你翻开大圣章 有没有 两页全部都在讲一样的东西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认证我们 一直在替我们寻 因为我们已经养成我们自我的这个习气 跟认知 所以他一直要讲一直讲一直讲 这样子 取谈 虽说如此 但是我还是认为 身法最重 意法最新 死不认错啊 死不认错啊 好再来 居士 你听说过这些地方 是怎么样变成毫无人机的森林吗 哦有 那是一些先知们心中的称义所造成的 你看他有矛盾了 是称哦 称是属于什么 义嘛 你又前后不一致哦 最后他默默的想了一下 就回答佛多说 取谈长久以来 我实在是被那愚痴无知的理前子 所欺骗跟误导 这下他终于愿意怎样 心放柔软一点 才会对你说 因为他之前其实他自己 理性上有认知到 他们的理论是 戳谬的 但是还是不愿意承认 但是现在 来回几次的这个论证 他就愿意接受 所以他就当下皈依成为佛弟子 然后佛头就跟他说 请你默默的皈依就好 不要张扬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喜欢 看阿含经历里面看到佛头人格的展现 那个心量的视线 所以 有个同学跟我说 我没空卡 所以就故意让他看一下 说你看人家在人事上如何应对 他不会去像一间子一样 大肆张扬 说他你的护法变成我的护法了 他说你就默默皈依就好 不要张扬 而且他后面还有说 然后这个 佑波里说 你这样说更让我这个钦佩跟欢喜 以前我成为他的弟子的时候 他们在那烂坨内 城内到处宣扬 与世尊的说法 做法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有一个团体 他们很多信众都是很有名的 什么都会讲 世尊从今天起 我不再让尼坚子跟这个 其那派的徒众来我家 哇好极端喔 因为他那规依佛教人 他们就不用再来我家了 只有让世尊跟世尊的示众弟子 可以进我的家门 你看佛陀怎么讲 你家长久以来一直尊敬供养这些 其那派的门徒 可说他们的食物供养的主要来源 日后如果他们来你家 你应该要继续布施他们食物才好 你看人家心量是这样展现 世尊您这样说 就让我更加钦佩跟欢喜了 过去我听人家说 世尊要求人家 只布施你自己跟你的门徒 不要布施别人 从这里学到什么 话不要只听一面 话不要只听单面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那时候听到的是说 世尊只要求人家 布施自己这个佛教的这个门徒 然后但是你看 毕竟人家是见过世面的 他说世尊关于此事我自有分寸 他就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于是佛陀为这个幽佛离居士 做有系统次第的说法教导 先以许多技巧 引发他的欢喜学习的兴趣跟意愿 然后再教导他有关布施持戒升天之法 所以因为他刚开始接触佛教 当然是先从什么善法开始升天开始 然后再讲生死的污秽 离遇的功德 再慢慢的引导他 跟他讲有另外一条路 可以怎样离遇 还可以怎样生死解脱 这样的法 那使这个幽佛离具备接受佛法 核心法意的欢喜柔顺耐心向上专注无碍 你要让你的心变成容易被染色的白布 你就必须要这样了 不然很难 很难啊 那因为他的心够柔顺已经像可以很容易被染色白布 然后这个幽佛离居士当下远离成功 得法眼清净而震入出国 上次法眼清净我们在这个印度佛教时有讲过 这个法眼不是大圣讲的法眼 布派国教的法眼就是震入出国 出国的法眼 不是我们讲的无眼的那个法眼 好 那他听完这一开释之后就震入出国 他说世尊现在我已经了解 就是了解这个让归依佛法身 并且视终身归依为在家弟子 他回家之后就告诉他这样的守门人 以后只 你看佛头交代他对不对 他就说我知道怎么处理 回去之后还是交代他的守门人说 以后只让佛头跟刺终弟子进门 不要再让这些人进家门来 所以从案件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这个人性化 而且是很写实的一个的画面 那陈虎行外道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去骂 骂他师父说你看我就说吧 他如果过去那边一定会被咒术什么所诱惑 然后变成他的弟子 果然我们的大户法 你看现在跑去 跑去变成皈依佛陀这样子 那只有幽伯黎 他跑去找幽伯黎啊 那幽伯黎的守门只愿意布施食物给他 真的不要让他进门 所以长谷行回去呢自不免又一番抱怨 但是这个尼尖子还是不相信 就亲自带着他的门徒 前往这个幽伯黎居士家一探就近 结果守门人还是告诉尼尖子说 这个幽伯黎居士已经成为佛陀的弟子 你如果需要食物的供养请在门口等候 我供养你可以 佛陀有讲啊 说你还是要供养他 他照佛陀讲但是他不让他进去 所以他也没有听佛陀话 但是他自己内心有这个盘算 好 所以但是不准入门 那尼尖子表明他不需要食物 他们只要见这个幽伯黎居士一面 他要照顾帝就对了 当面跟他问清楚 于是幽伯黎居士在中门的小屋中 设座接待他们 他家像宫殿一样 前门 中门 大宅院都这样吗 还有一个什么 三道门 他只在中间 而且也没有让他进来 就在那边的这个小屋接待他们 但是他自己却自顾自的 坐到这个尊贵的上座的位置 就是这个幽伯黎居士 那尼尖子看了就很不满意说 居士 你自己坐在上座 如同出家修道人一样 这样应该吗 那这个幽伯黎就是尊人 这里还有很多位置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自己找个位置坐吧 那这个尼尖子就跟他说 你这个狂妄于痴的人 胆敢自己起命去论败沙门驱坛 结果却被他的幻术所用 反而被人家降服了 怎么会这样 结果他也不反驳他幻术的问题 他说好不好你要说幻术是我心甘情愿 他说人家的幻术是吉祥美好的 本身本来就一切如幻 你要讲幻术也可以啊 对不对 好 如果我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接受这种幻术的转化 那么一定可以将他们引导向获益与幸福 那如果全个王整个王族 婆罗门族都能够接受这种转化 一定也是可以导向获益跟幸福 所以怎样这个幻术怎样 我们甘之如矣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比喻 如果有一个宠爱年轻妻子的婆罗门丈夫 听从妻子的要求 从市集买回来一只迷猴 结果妻子嫌这个猴子颜色不好看 要把他染成金黄色染法 这个染法的工匠说 这只猴子颜色太深染不成金黄色 所以这个优伯利居士就跟外道的师父讲说 尊人你所说的法也像这样 既挡不住别人的质问 也不能从思维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 只能染一些愚痴的人 不能染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就用批语跟他讲 他的法就是像这样 已经太深了 挡不住别人的质问 也不能从思维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 所以我常常讲 佛陀常常就是说 我讲的法 你们也不要立刻相信 你们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叫做思维观察 并从修行中得到印证 我这几次是去参加教育局的演习 发现教育局的 新北市教育局蛮多是基督徒 包括官员 他们在这个讲话受课或者是开场过程 都不免会提到宗教 然后有一个他这个教授 他是基督徒 他就说我们怎么胆敢 怎样说自己要验证真理 这里有没有 从思维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 对 但他们就说我们如何可以胆敢说我们要印证真理 这个就跟我我们佛法不一样啊 佛陀是鼓励我们 你去思维并且要去印证这个真理 但基督宗教的时候你怎么敢说你要去印证真理 这是一个还蛮两极的一种这个说法 那如果你没有了解教育的话 你可能听不出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那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好那后面的意思也是一样 好那局势包括国王在内的大众都知道你是我的弟子 那又怎样 我们我们最容易败在这个 所以我师傅我师傅常说哪一样是你的 没有一样是你的 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去皮蜜 去皮蜜就是跟小东西有去 哇 因为本来是他的护法变别人了嘛 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弟子 你为什么会去皈依佛陀啊 我的 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咒语 就是没有一样是你的 知道吗 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啦 所以你自认为你自己是谁的弟子呢 这自讨没趣你看 结果这时候这个优婆离居士就起身 转身朝向佛陀的方向 合掌 贵右膝 常常的赞叹的佛陀一番 很明确的表达自己是佛陀的弟子 这个人真的是想不开 他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你看 当场吐血 气到吐血啦 由于这样的打击 那回去之后就病逝了 所以人很愚痴啊 愚痴 所以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是 是我们的 不用因为这样而去这个争夺 争夺 然后勉强要留住已经一缘不具足的东西 然后反而变成自己这样 上知自己的性命 好 那这个是中阿寒经里面 中阿寒经里面有很多就是 我们可以去学习说佛陀在那个当下 他面对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 但是不是说你现在也要这样的处理方法 只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你可以参考 所以当他跟优伯里讲说 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 优伯里也没有完全糟蹋的呀 对不对 那你也不能说他对错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补充到这边 我们上次讲到 于兴术法讲完要讲不相应行品 基本上不相应行品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如果你我们看一下 那个就是集地据业论 94到103品 有没有看到 这个摘要里面的不相应行品 我们就直接看 看一些这个定义这些就好了 那定义就是在定义什么是不相应行品 不相应行品就是不与心相应 且不伴随心法的升起 那行呢就是行运 那所谓的心不相应行法 它只是一个 擬设的一种形式的概念 它没有客观的实物相应 它呢只是依着色法 心法 心所法 而假力 是非色非心的心不相应行法 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对这个非色非心 有点意见 但是我们常看到这样子的 的说法 说心不相应型呢 是非色非心 但是它又间接处于第六意识所缘 那由于心不相应行是假力的 手力的数目也不一样 没不论 基本上都不太一样 那不相应行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 它之所以叫做不相应行 是因为它怎样 它没有原律的作用 它因为没有原律的作用 所以它不与心事心所相应 第二个 它没有直爱的作用 因为没有直爱的作用 所以不与色法相应 第三 它是生灭变异之法 所以不与五位法相应 这三个意义 刚好摆 摆除了五位当中的四位 有没有 五位摆法当中 它四位都摆除 所以它就另立一个嘛 心不相应行法 有没有 所以它这个三意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排除 排除啊 其他五位的法 那有趣的来咯 你如果有看 有些地方上课 会上这一本 其实如果你第一部想要理解 维世 是可以看这一本书 叫做好像是哪个出版社 忘记了 维世的第一堂课 那里面有提到说 心不相应行法是非色 非色飞行 所以我一开始学 我也是 然后学到心不相应行法 看到非色飞行 我非常的疑惑 那非色飞行到底是什么 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但是它虽然称呼它是非色飞行 对不对 但是同书中 却在十二处表解的时候 就是那一本书的 第209页 它把心不相应行列入心法 因此 好像没有给心不相应行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 这样知道我为什么对非色飞行这四个字有意见吗 好 所以呢 心不相应行呢是行运所设 行运是心所法 对不对 那我这边心所法是心法 是针对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单就设法跟心法来分的话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诚实论里面 只有心法 没有心所法 对不对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不相应行呢 是一种与心不相应的什么心法 对不对 如果你按照这样归纳的话 所以常说 常见的这个说 心不相应行是非色飞行的说法 好像不是很合理啊 因为它就又把它摆在 这个心法的地方 好 这个是心不相应行 这是第一个 关于定义的问题 因为 因为我们学习通常是有一个架构在 所以当你要这个定义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说 它在你的架构里面摆在哪里 那跟其他的定位的关联是什么 那你就会去发现问题 并且想办法去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关于心不相应行的定义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来看说 那心不相应行是如何产生的 心不相应行法 心不相应行法 它的产生的因缘是什么 灯全部打开吧 我们 心不相应行法产生的因缘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大制度论 为什么要看大制度论 因为它不偏有也不偏无 来解释心不相应行的因缘 这样刚好我们的问题一次可以解决 懂我意思吗 你不用先自己建构了这个 因缘的有之后 之后读另外一部论 它要破这个 你就会有一点觉得好像学佛法 怎么一下讲那样一下讲那样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大制度论 它对于这个心不相应行的因缘的说法 好 所以它第一句话就先跟你说呢 你遇知四缘 当学波罗波罗蜜 那哪四缘 这个大品波罗经里面说 菩萨摩霍萨 遇知诸法因缘 四地缘 缘缘真上缘 当学波罗波罗蜜 那这个论里面它就开始解释了 就是一切有为法 接从四缘生 就是刚刚上面提到的四缘 那它又把这四缘再把它怎样 开展开来 第一个因缘呢 又分成什么 相应因 共生因 自种因 片因 报因 这五因 这五因呢 总称为因缘 这一切的一切有为法 是由这个五因 形成 而且它下面更讲了一个 一句直截的话说什么 一切有为法 也叫做因缘 一名因缘 这是第一个因缘 那看一下 注释山 注释山 注释山它在解释为什么是四缘 它是引这个大笔菩萨论 你如果很少人真的把一整本大笔菩萨论看完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借由别人就是一个名相的把它厘清 然后引了大笔菩萨论 我们就加减看一下 因为大笔菩萨论虽然太厚了 太厚而且很难读啊 她还帮你怎样 标点符号标好 1234帮你标好 好 若于一法聚四缘者 因但一缘 云和立四 就是如果一法当中 要聚这四缘 那你就立一缘就好了 为什么要立四 就这四缘总称为一缘嘛 懂吗 它的意思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四种呢 你只要讲一个缘就好啦 为什么要立四种呢 答 它是依什么 作用 不依物体 所以你把用跟体圈起来就知道 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嘛 它分成四缘是用什么 是以作用来立 如果你要用一个这个 一切有违法的体来讲 那你立一就好了 它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它立四 然后不 不只有一缘是因为它是依作用来立 不依物体 所以它是用体用的概念来区分的 那一物体中呢 体中有四用固 一体中有四用 叫做一 一刹挪心心所法 引起刺后刹挪同类心心所固 立为因缘 所以因缘是立在心跟心所法当中的什么 四地先后生起 叫做因缘 第二 即此 即此 现在这一念 叫开闭引导 那叫义根 它把它解释成义根 所以等无间远就是义根 不然你一刹挪一刹挪的话就变成什么 如果你从点跟线的观念来看的话 一刹挪一刹就变成点点点点嘛 对不对 我昨天去 我这礼拜参加两场演习 我昨天去参加另外一场演习 因为老实说我们 台湾教育界特教能力不足啊 那我就 跟那个 上班跟我们秘书 我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有时候事件是很好玩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讲过 我现在不是都在负责特教业务吗 我那天去上课 那个老师就是师大的特教系 我说我以前的分数是可以上师大特教系 但是我连看都不想在那 我一个特教系 我说 我可能没有这个天分 没有这个天赋 结果现在又 我回来也是接就是特教方面 当然我们学校不是只有 就是这个身心障碍的方面 人数也不少 那现在 关于这个台湾神经障碍的学生 也是越来越多 其实资源不够 你就算知道他需要什么 你没有办法提供他相对你的服务 因为师资不够 特教师资不够 人力不够 那还有一个就是判定上 判定上 有些他进来 在局端的特 那个特殊教育 这个网上面 他是什么障碍的 什么障碍 老师都看不出来 觉得他好像 好像没这个问题 反而那个很多 他都没有 网路上 那个网路上没有名字 但是 就觉得应该是这样 而且这样的学生还 还不少 还不少 所以就 蛮辛苦 那那个特教丸就是你要转闲 转闲就是比方说 你从国中升到高中 你国中端的老师 你就要填报 就这个孩子 他是什么样的倾向 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就要提供 曾经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 你要在转闲的时候填完 而且他上面有规定 至少三十个字 每一栏 比方说认知方面 你要至少填三十个字 他才会让你送出去 那很多其实 可能这个学生 他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老师 也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他还是要送出去啊 因为他们要审查嘛 你知道大家怎么搞嘛 有一个大学端的教授 他就是想要说知道这个学生 因为他是变趟班的学生嘛 他想要看看他的状况 就一点开 那个他的那个转闲资料 里面是点点点点点点点 三十个点 因为你点三十个点 他那个系统才会让你送出去嘛 你没有三十个字 你就点三十个点 然后这教授会看 诶 这是偏书吗 还是乱码喔 我就在笑 因为我这个 现在转嫌变成很多是 就行政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做很多 我就知道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行为 我们现在没有啦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凑出 因为那个有些资料 是很久以前的学生 我们没办法弄的时候 我们就是copy 你知道吗 同样一句话 copy三十次 就有三十个字 然后再把它送出去 对啊我就觉得 这个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是觉得说 局端你要 他们理想很好 觉得说 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 让他入到普通班 去融入一般身 他们以后出社会 才有办法 就是很很顺利的 可以接轨到社会 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期待说 可能一般身里面 这个的一般的同学 也可以借由跟身心障碍 相处而学会同理心 同其心 耐心 但不是每个学校 每一个班级都可以这样 有些就 你知道 不是很理想的 学生也是蛮多的 对不对 就这样 然后再来资源不足 所以老师们也是 不知道该怎么写 好 好 第三 即此能为 伺候插挪心心所法 所取精固 立为所圆圆 好 所以所圆圆 指的就是你所取尽 所取尽 第四 即此不障碍 伺候插挪心心所法 令得身固 立为真上圆 所以真上圆的关键字就是什么 不障碍 它不会障碍 这个伺候插挪心 或心所法的生起 它不障碍啊 这样的一切的圆都叫做真上圆 好 所以构成这个东西产生的一切圆 基本上都可以称为真上圆 只要它不障碍它形成的话 此中因圆如种子法 等无间圆如开导法 所圆圆如任障法 任障法就是所依嘛 障是所依对不对 叫任障 所以就是你所圆的意思 依圆 所依圆 真上圆呢 就是不障法 好 那这个 他们甚至把这个四圆的 朱姆罗史大师翻译 跟玄奘大师翻译的版本 把它比对了一下 基本上 只有次第圆 跟等无间圆有一些差别 圆圆跟所圆圆 其他都一样 那你可以选择你比较相应的翻译的方法 好 这个往上看 这是注释 那我们再往上 次第圆呢 刚刚已经因圆了 对不对 因圆等下到后面会一个一个解释 接着呢 次第圆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阿罗汉 过去 现在 末后 新 新述法 就是这一叉 他已经怎样 灭了 那 诸于过去 现在 新新述法 能与次第 世明 次第圆 你的每一个 新念 或是每一个新新述法 都可以是下一个新念升起的圆 这样称为次第圆 除了阿罗汉之外 好 下一页 对 反正你读什么经 读什么论 都要学这个六因四元五果 所以 你读再多遍 你再一次读 你还是会觉得很陌生 所以就多读几遍 而且每一部论基本上在 做这样阐述的时候内容不太一样 基本上任前经里面也有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大致度论的版本 好 那 赴次 菩萨欲知四元的志向共向 当学菩萨波罗蜜 那 这个问的人 就问了 说 如 菩萨波罗蜜中 四元皆不可得 所以者何 都 觉得很稀 你知道吗 你讲菩萨 就是要讲空 讲空就是要讲不可得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 如果你要知道四元的志向共向 要学菩萨波罗蜜 他说 如果要讲菩萨波罗蜜 这四元怎样 不可得啊 不可得哪有什么志向共向可讲呢 好 这就是 很聪明的学生 会问的问题 好 他就开始讲了 这个聪明的学生 他对四元的这个开展 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他就开始讲了 他说这个学生就说 若 因中先有果 事事不然 如果在因前面有果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呢 在因前面呢 是无 也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在因前面是无的话 他后面会解释的 先看下一行 如果因前面是有 如果 则无因 好 我们往下看 他开始一个一个把他 这个破除 我们叫做排浅 好 若先无 什么先无 因中先无 以何为因 知道吗 你们可能要清醒一点 读这边要清醒一点 才有办法 来看这边 因在这边 果在这边 对不对 那如果因的前面是无的话 怎样 对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 排一下 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没有因了嘛 再来 若先无 而有 者 亦可从 无因 而生 什么意思 先无 而有 亦可从 无因 而生 因为无 先于因嘛 则无因嘛 好 所以如果呢 你见果 从因生 故 故 明之为因 所以 你知道因是因为怎样 看到果从因生 对不对 如果呢 先无果 就是你先前没有 你没有见到果 云和 明因 他在强调什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经验上的吗 如果从经验上 你会觉得 这个先后寸序好像怪怪的 听得懂吗 他说 我在念一篇 如果呢 我们知道为因 我们知道有因 是因为怎样 你看到果从因生 你才知道有因嘛 对不对 如果呢 你先没有看到果的话 你没有办法称它为因嘛 对不对 他不是先后顺序 他比较像是什么 概念上的 也就是说概念上的因果 必须要怎样 同时存在 因为因果本身是相待而有的二元概念 他的意思是怎样 听得懂吗 他的意思是怎样啦 就是概念上的 因为如果你经验上先见果 那就不叫因果啦 你经验上先看到果 然后后面才有因 不是嘛 这样就颠倒了嘛 所以他这边讲的是概念上的因果关系 对 他看到果 知道他一定有因 这样 所以你如果没有果 就没有因嘛 所以他其实是概念上 概念上的因果必须要怎样 同时存在 所以你如果果从因生 果则属因 那样的因就不自在 对不对 如果你的果要从因生的话 果就要怎样 副属在因下面 是因的什么 因不自在是因为因无法自存嘛 听得懂吗 因不是纯粹的因 他必须要有一个果 副属在因下面 那这样他就不自在 不自在是因为他无法自存 听得懂吗 他还是需要什么 果是他成立的因缘之一嘛 所以他因不自在 看这个 要去洗脸一下 不然我要喝一杯咖啡 才有法度 蛤 对啊 对啊 这样就都不用看啊 如果我们知道他全部都要破的话 对不对 他下面就要破因缘啊 但是 要看就是要知道说 你很聪明的人 你可以写到这样 写到这样 但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是真的 就是证悟到这个波尔波罗尼 不一定 他就是在讲这个啦 他聪明的人可以讲得出来 讲到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 但是还是看不懂 表示他比你聪明嘛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也写写看嘛 写不出来嘛 表示这个人真的很聪明 对不对 这个人真的很聪明啊 但是怎样 聪明怎样 所以等一下就知道他的下场 我们现在是在看一个聪明的东西 好 更属于音 因为这个音又更属于音啊 因为音会成立代表他前面还有音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又更属于音 所以他又更不自在 理解吗 所以 如果音不自在 云和盐果 但从此音生 他不会只从这个单音 而产生啦 如是种种 因为 这个音产生 这个音产生这个果 对不对 那这个音本身前面还有音嘛 表示这个果不是只有这个音嘛 听得懂吗 我再比一次给你看 你才刚才头 头地地 这个音产生这个果 对不对 这个音前面还有他的音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果不可能单从这个音产生嘛 他这句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 但从此音就是不可能只从 你经验上你类推就是这个音 不可能 如是种种 则之无音源 所以他把他全部都破了啦 把他破了 那么 先破音源 再来呢 再破次第圆 又过去心心术法都泄灭的话 无所能做 就是过去心已经灭了 就没有这样 没有能力再引下一个心嘛 对不对 云何能为次第圆呢 那 现在 有心则无次第 为什么 因为过去心无嘛 听得懂吗 他说现在有心的话则无次第 有次第代表怎样 你要过去现在未来才要有次第嘛 对不对 问题是过去心已经泄灭了 哪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 没有啊 过去已经没了 所以你现在心生代表怎样 没有次第可言 他的意思是这样喔 所以这个人真聰明 我都想不到他 可以想到这样 再来 若与未来 欲生 心次第者 未来则未有 如果你要现在跟未来当一个次第的话 未来还没有嘛 所以怎样 不可能成为次第 所以如是等则无次第圆 所以他就是在破次第圆 所以他就是站在过去已经泄灭 未来还没有产生的立场来讲说 你想有次第圆是不可能的 再来破圆圆 他就更直接了喔 就一切法无相啊 无相就无缘啊 对不对 听得懂吗 你一切法无相你要圆什么呢 所以无缘 为什么讲圆圆呢 好 最后他又破了真上圆 他怎么破真上圆呢 若一切法无所属 无所依 你一个法要产生必须要有所属有所依 才有办法产生对不对 所以所属所依都是要让你产生的什么 没有障碍的因 你才有办法产生嘛 听得懂吗 所以他就是属于什么 真上圆 因为你唯有有所属有所依 你这个整个法生起来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他是属于真上圆 但是一切法无所属无所依的话 就没有真上嘛 对不对 那如果一切法都无所属无所依 代表一切法都平等嘛 平等代表无自信嘛 是吧 那这样子 你为什么说有真上圆呢 你看你要怎么跟这种人变 他说 如是是圆不可得 你看论主才讲一句话而已喔 论主才讲一句话说 如果菩萨要知是圆 是圆的志向共向当学波罗波罗蜜 他可以讲出这样一大串 很厉害喔 好 那我们等一下看论主怎么说 我们准备打坐 好我们来看这个 如是是圆不可得 云和说欲知是圆当学波罗波罗蜜 所以这个聪明的人呢 他学过中论学过中观 他知道怎样 用一切都不可得就对了 就是 你用空来破一切 这样子是最稳当的 所以他就这样回答 说一切都不可得啊 那有什么好学波罗波罗蜜的呢 他这个龙树菩萨就回答他说 卢不知波罗波罗蜜香 已是故说波罗波罗蜜中 四元皆不可得 波罗波罗蜜 于一切法 无所舍 无所破 必尽清净 无诸细论 他说 你会这样回答 代表你怎样 你不知道波罗波罗蜜香 因为波罗蜜香 是于一切法 无所舍 无所破 对不对 那他是要舍什么 他要舍四元嘛 他要舍四元啦 他要破什么 破四元 那这样子就是怎样 不了知波罗波罗蜜香 那当然 这个是要论主知道他有没有正到那边啊 才有办法回答他 才这样子回答他呀 知道吗 如果这个人真的已经如实正知波罗波罗蜜香 他就不会这样回答他 理解吗 他这样如果一个人已经正知波罗蜜香 他一样可以讲前面这段话 但是论主就不会后面讲这些 主要是因为怎样 讲的人呢 他并没有如实的正知波罗蜜香 好 那么 嗯 等一下会看细论喔 细论的解释 这里还没有 应该是下一页 好 如佛说有四元 但以少智之人 着于四元 所以佛在说一个法的时候就知道怎样 有些众生会去呃 呃 担着 贪着他所说的法 哦 而产生邪论 那为了破这样有邪见的人的执着 所以说什么 主法实空无所破 所以 如心法从内外处因缘和合生 世心 世心如幻如梦 虚狂 无有定性 心术法 亦如是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就是阿比坛的一果论 那包含这个六因跟四元之关系 那从这个六因四元当中去厘清说 我们刚刚的主题是心不相应形 对不对 心不相应形是由这六因四元当中的哪些音 哪些元合合而成的才有办法产生心不相应形法 所以我们刚刚是在定义的心不相应形法之后 我们再来探究那是什么样的因缘形成心不相应形法呢 好继续往下看 世心共生心术法 所谓受相私等 世心术法 同相同缘故 名为相应 这些心术法怎样 有同相而且怎样同所缘 所以这些心术法称为相应法 那么心呢以心术法相应为因 心术法以心相应为因 世明相应因 所以同所缘同相 有人把这个解成形象相同吗 形象就是什么 形象什么意思 形象有几种意思啊 当然有另外就是说你的心去圆进 心去圆进的整个过程 叫做形象 叫做形象 那一般来讲在这个 汉传的佛教常常讲就是说 你的心念动的时候就好像怎样 在水面上这样画过去 有没有会有那个水波出现吗 那个叫形象 那没有形象的人是怎样 好像 那个鸟在空中飞 鸟在空中飞一样没有足跡 那就是没有形象 那个是他们已经有正德实相的人 在讲他正正进的生前的时候 所做的一个比喻 那个道理跟那个寒山道无人道一样 他到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到的 没有足跡嘛 一样啊 好 所以他们都讲那个高来高去的话 因为他们是他们正进一样的时候 互相在做什么 印证 互相在做印证的时候 他们说出来的话 好 那么相应的印者呢 譬如亲友 知识 和合成识 他们 喜欢用这种批语的方式 来当成他的印啊 来说明 第二个是共生因 什么是共生呢 就是一切有为法 各有共生因 以共生故 更相佐助 好 所以共生因的意思是 强调在呢 佐助 可以互相佐助 比方说兄弟同生 故互相成绩 这是理想状况啊 现在社会新闻很多不是这样 现在都人际关系疏离 各种的人际关系 家庭的 亲友的都一样 好 这是共生 再来自种 就是过去善种 现在未来善法因 这边可以理解吧 你过去 宋家的种子是 现在未来善法的因吗 那过去 现在的善种 是未来善法因 不善无记忆如是 如是一切法 各有自种因 好 这个就是自种因的意思 第三 第四是片音 片音就 比较需要想一下喔 片音他的定义是 你是在苦地 极地 极地 所断的解释 他是一切构法因 所以片音呢 指的是一切构法因 所以他染无法 如果讲到亲近法 就不可能有什么 他的音源就不可能有片音 那我们有时候学这种论 我们会 转不过来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都想要 这个 依文义来解字 像我们早上上 那个不派佛教 他说 这个怎么会是那个意思 因为他要 要依文解义 我说 那个不派佛教 他从梵文翻过来 直接用梵文这样翻过来 到汉字 你要用汉字去解他原来的意思 这样行不通 你最好是看 他后面的定义是什么 你就直接接受就好了 你不要想要在前面那个 文字上面挣扎 这样你会很辛苦啊 但是通常 我们这个 汉传佛教 你 你学久的时候 你学不派佛教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 依文解义 会比较辛苦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惯性 好 报音呢 就是 行业因缘故 得善恶果报 是名报音 到目前为止 都可以理解 下一页 下一页 这个五音 称为音缘 所以 四元当中的音缘 四元当中的第一个音缘 他本身又有什么 又开出五音啊 这个五音都称为音缘 那么心心术法 四地相续无坚固 名为四地缘 有没有 四元里面有 有这四个嘛 再来 心心术法 缘成故生 是名缘缘 这成是所缘缘 再来 诸法生死 不相障碍 是名五障 那五障什么缘 嗯 好 再来 覆次 心心术法 从四元生 他开始在跟你讲说 这个五位 我不是有分成五位白法吗 他就主要就 先分这个五位 是从几元生 后面就是什么 以此类推嘛 五位后面不是有白法吗 那你前面那一位是什么几元生 后面那几法全部都是嘛 比方说心心术法 是从四元生 四元都有 那么 无想 灭尽定 从三元生 除去什么 圆圆 除去圆圆啊 结果你觉得 很有趣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在接定 无想跟灭尽定 都说他是无心定嘛 对不对 结果无心定 他是什么 他是除圆圆 你有懂吗 他不是除那个 心心术法的那个 他是除所圆境 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他是除圆圆 我们不是把他界定 我们不是把他界定他是无心定吗 对不对 既然无心他应该没有需要 心心术法 四地相去生的这些圆嘛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解呢 他为什么除圆圆 从三圆圆 从三圆圆 除圆圆 除圆圆 还有三圆啊 还有三圆啊 但是佛法来讲应该都是就是以心为主体嘛 那个圆是因为有心才有圆嘛 对不对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除这个心的圆 要去除对象的圆 好 所以 对所以 所以你去看整个脉络 就是说你的心心术法 的产生是从这四圆 对不对 那无想灭尽地 是从这三圆圆圆 你怎么解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 就是你要入无想定灭尽地 需要这三圆 听得懂吗 所以你在要入这定之前 有没有心心索 有吗 所以这三圆都要具备嘛 对不对 但是他就缺什么 所圆圆 他就才有办法入这个定 理解吗 他是这个意思啊 他是这个意思啊 哈哈哈哈 你 你用门的画面比较难解 对 你可能要换一个画面 换一个比喻 用门比较比较难解 用如果你要解这个圆 四圆的话 用门比较难比喻 想个别的比喻 好所以 所以这个 我刚刚的解释是从已经入定 对不对 已经入这两个定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是除千三圆 而是除所永远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是从 你要入这个定 需要拿三圆 来产生这个定 不一样 好 来看第三个 所以呢 讲了就是 其他的 心不相应 珠型 及色 所以 心不相应型 不管是哪一种心不相应型 他都跟色 挂钩 这两个 圆都一样 他产生的圆都一样 他产生的圆都一样 好 他把心不相应型跟色放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是从二圆生 除次第圆跟圆圆 那就剩下什么圆 因缘跟真上圆 我是不聪明啦 所以我都会写在旁边 就是 那他到底是哪二圆呢 就是因缘跟真上圆 他们很喜欢用那个排浅的方式 好 所以 虽然已经答案出完了 但是我们 有机会来读大致都论 我们就把它多看一些 那么有为法性雷很雷若 所以无有从一圆生 他没有办法从这个单一因缘生 再来 暴生的心心术法从五音生 不隐末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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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诸四三十五嘛 就是什么 玄奘大师 我们通常都是无腹无忌 我们都主要都看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 所以无腹无忌 你如果看杜罗斯大师的翻译 会不太习惯 叫做不隐末无忌 无忌 是指 他没有办法招改一首果 对不对 那无腹呢 无腹就是怎样 这个存有 这样的存在的样态 他不会葬毙圣道 不负圣道 对不对 所以无腹无忌 那有些怎样 他会葬毙你的圣道 但是怎样 不会招改一首果 叫有腹无忌 所以这两个你要分开解释 无腹跟无忌 要分开解释 那无腹无忌 非购法固 除片音 刚刚已经讲过了嘛 片音是一切购法音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无腹无忌的话 当然就怎样 没有拼音啊 是啊 没错啊 在阅读这个时候 必须要一直往前翻 必须要一直翻 因为你会忘记前面那个定义道 是什么 你多看几遍 这个就会比较熟一些 那我们就把他大概的阅读过一遍 好 所以 诸烦恼呢 也是从五音声 但是怎样 除暴音 现在有六音嘛 对不对 那他的烦恼呢 除暴音 为什么 因为诸烦恼是隐末 隐末就是什么 有腹 对不对 烦恼是有腹 也就是说烦恼是会隐毙我们的圣道嘛 那暴呢 你要知道这个暴是什么 暴是不隐末 故除什么 暴音 他这个解释 看你要怎么解读 就是行业因缘得善恶果暴 有没有 叫做暴音嘛 但是他跟你讲说暴是不隐末 也就是说这个暴不会隐毙你的圣道 所以除去暴音 这个你要怎么解释 暴本身是中性的喔各位 嗯 他如果按照这个善恶暴 果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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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是中性的喔 是你去跟他相应喔 你去被他脏毙喔 那这烦恼本身就是 你已经被他什么脏毙了 所以他势必是什么 隐末是有负的 理解吗 所以很有趣耶 就是说我们通常 啊啊啊啊啊喔 怎么 什么暴啊 什么暴喔 其实这个暴是中性的 是暴是中性的耶 啊所以我们下次你在 承受一些这个好的果报 不好的果报的时候 怎样 你要想到这句话 暴是不隐末 喔我们就要怎样 设法让自己的心 不要受到这个暴的影响 暴音的影响 啊所以有些 这个论的文字 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去这个思维 思维之后就可以变成 我们一个修行的什么目标 就是他是不隐末的 是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之后 把他贴标签 把三报二报这样贴标签 好再来 那么你看他下面一样 把色跟心不相应形放在一起 上面是讲这个四元嘛 下面是交代六音啊 也就是说心不相应形呢 是从二元生 对不对 那下面他又分成这个 因为有不同的色 一个是暴声色 一个是染无色 但是他同样都是跟心不相应形 所产生的音是一样的 他是从四音 除去二音啊 因为色呢 非心心术法 所以除相应音 那因为是怎样 不隐末无忌 无腹无忌 所以除片音 无腹无忌 就不是购法音嘛 所以除片音嘛 他们那个公式都一样啊 公式都一样 公式都一样 那第三个 染无色及心不相应也是一样 从四音 也是从四音去分析 下来 诸于心心术法 其他剩下的心心术法 除除五肉心 皆从四音生 就是你一开始那一刹 那个五肉心之外 其他这个五肉心之前的所有的心 都是由四音从而产生 哪四音 除去什么 报音 片音 所以者何 非无忌固 报音 非构固 除片音 这样可以吗 反正他就是 你把他的这个每一种音的这个定义 记得清楚之后 所有他都用排前法啦 他不是什么 所以就没有那个音 不是什么 就没有那个音 然后你把那个音的特性记清楚之后 你就比较好这个对号入座 再来 除诸 诸于不相应法 所谓色 心不相应诸行 再来 若有至种音 则从三音生 若无至种音 则从二音生 好 我们主要是 介绍完这个心不相应型的 产生的音缘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大圣的因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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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菩萨呢 菩萨是怎么行 波罗波罗蜜呢 他行波罗波罗蜜的时候 是如是观是缘 怎么观 叫做心无所着 心无所着 虽分别是法 虽心无所着 还是有分别 有分别 那是知其空 所以这样子的分别 通常在经典里面 或论里面都把它称为什么 心无所着的分别 就是无分别 知道吗 所以无分别不是都没有分别 他是心无所着的分别 理解吗 你如果说无分别是没有分别 就断灭箭嘛 就都没有嘛 但是不是啊 因为你唯有这样子结 你才有修行的目标 才有修行的目标啊 不然我们就落二边 落入两边 所以心无所着 所以虽分别是法 而知其空 那再加一个条件 再加一个条件 什么叫做无分别 第一个 心无所着的分别 第二 知其空 知道吗 所以你以后看经典 你看经典绝对会常常看到 无分别 无分别 那这个无分别 就两个条件 第一个 心无所着的分别 第二 知其空 这样 充分必要条件 这两个都有了之后 才叫做无分别 所以你说无分别 就是什么都没有分别 那个不是佛教讲的 五分别 那个是落入断面间的 五分别 好 皆如幻化 一切皆空 一切都是幻化 所以他今天就算没有活到 30 活到60岁也是幻化 活到35岁也是幻化 那个明星 然后当然 后来陆续有很多的医生提出一些看法说 可能是因为空气品质加上气温低啊 感冒 身体不好 所以很多多少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藏着多少的血泪 所以人都是这样 越这样 你就可以去 越去认知到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 台面上的 所谓的富豪 或台面上所谓的明星光环 没什么好羡慕 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要怎样 心无所著 来分别 有时候你是 成功不成功 你都要平常心 就这样 修行也是 反正你就是怎样 一味精进 你 有没有绝授 有没有境界 都要平常心啊 就这样 要这样修 不要长久 不然很容易就会有 起退心 好 幻化中虽有种种别意 智者观之 知无有时 虽狂 淡狂于眼 只是怎样 你的眼睛被骗了 这些幻化的东西 都是你的眼睛被骗 所以都无有时啊 淡狂于眼 刚刚你看了那么多 就知道怎样 我们 这个 都是 被骗的 那你看看你最经典 记住哪一个 为分别 知凡夫人法 皆是颠倒虚狂 而无有时 故有四元 他为了 分别凡夫法 所以佛陀怎样 开眼这四元 这四元为的是 为的是要介绍怎样 这个颠倒虚狂的 这个 凡夫人法 是从哪里来 所以要介绍这四元 如是云和为时 贤圣法应 从凡夫法身故 亦是不实 所以你连什么 贤圣法应 是从凡夫法身 对不对 连这个都是不实的呀 下面 菩萨呢 于波罗波罗密中 无有一法定性可取故 则不可破 所以这一句 你要抓哪几个字 可以结合到下一句的 不可破 其实你就抓什么 前面那句有没有 无有一法定性可取 你只要抓无法可取 你就无法可取 你要破什么呢 你只有怎样 你有取的时候 才有破的对象嘛 你没有取义法 你要破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这样 你很轻松喔 很自在 不会啊 你还是可以跟他 你还是可以跟他分别啊 你还是可以跟他争论啊 但是你的心是什么 刚刚讲的 你的心是无分别的 你怎么判断 你自己有没有分别 那你说 我起到买死的当时 就是这样 有分别 那好气喔 就代表怎样 有一点分别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点气 代表有一点点分别 就这样 还有呢 你气的时间 也就是看你生气的强度跟时间来判断 你有没有分别啦 有没有取啊 通常第一个取的就是取自己嘛 对不对 取有我像嘛 所以 所以 以众生酌因缘 空法固 名为可破 所以这个 回顾到 刚刚一开始 这个聪明的人 列了一堆因缘 介绍这个因缘法 对不对 然后 论主去破他 论主去这个破他说 你这个怎样 你这个还有法可破 为什么 因为他着空 理解吗 你们刚刚开始读的很痛苦的 那个第二页有没有 就是那个问的人 他因为着空嘛 因为他说四元不可得啊 所以论主才才会去破他 说 你因为着空 所以怎样 可破 所以论主才去破他 是这样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因缘到了 就无可破 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下个礼拜继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